对于跨行学习编程 我也非常非常感兴趣 也更愿意制作一系列的视频 来分享 我是一步步是得要同一个几乎就零基础的编程爱好者 慢慢学习编程 怎么制作网站 等要设计手机APP 在一个荷兰的公司面 作为一个外国人 又是跨行找到工作的 又回国也顺利找到工作的 这一系列的过程 下面两周的时间 你可能看到的视频 都是关于编程这一块 今天这个视频是主要和大家分享 那些真的跨行 被那些所谓的大学里面 那些理论知识 IP地址 路由器 电子计算机的技术 这些很不感兴趣 在国内的时候 我修也修一部分计算机 就什么路由器 IP地址 绕了很运 不知道学乱玩意 干嘛 确实也没啥用 就很头疼 所以就更惧怕这个东西 但是我个人建议 尤其是那些朋友 对于编程 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 用人工智能 什么都出来了 有这么大的能量 能做这些东西 都看到了实际欲弱 而不是那些一套理论知识的话 我强烈强烈大家 一定就是推荐这两门课 会让你很快的入所 很快的让你着迷 如果你还不能着迷的话 只能说可能病毒 确实不适合你 但是它已经很大程度上 去掉反腐大学的那种教育 假如让我回到 在大学里面 修这个计算机课的话 我估计我也不愿意 我是有学一些课 能够立刻能够上手的 我比较心急吧 但是我想就是能够上手的话 让我更加 我的那个动力会更强一些 然后也许在做项目的过程中 可能对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 网络啊 底层啊 有些东西 不懂的 然后可能确实 我需要架构这方面的知识 那么我再去比方说 YouTube上说出相关的视频 或者看看一些书啊 而不是一上来 给我学几年呢 各种各样的理论基础课 天天考试 都不知道学这些东西干嘛的 我喜欢的路 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 也不喜欢的路 就被吓跑了 放心 我推荐的这两枚课是免费的 并且是高质量的 并且是真正真正正的 非常非常有用 也是我亲身体验过的 也是我都上过的 第一个就是CS50 也许大家也听说过 它是哈佛的公开课 全世界的 你只要连上网络 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个所有都是免费的 还有一个CS50 它有几个系列 我之前上的那个系列 是说C语也写的 一开始我很头大 真的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但现在他们又出了系列的 Pathin就是教学 Pathin还是比较 像英语一样 但不管怎么说 就算是免费的 如果你想拿到最后一个certificate 就是你想秀一下 也许这个certificate 确实没啥肉 就找工作 公司也不会看这个 因为毕竟它不是 那个赵尔巴基 你是哈佛大学 读了四年大学 毕业的那个毕业字 所以也没有多少人看 但是呢 就是也是一种容易 我自己也拿了 然后CS50 它其实这个技术 就感觉有那个份误 就感觉你也属于 那个哈佛大学的一份子一样 就是那种感觉 尤其是刚开始 我听这个课的时候 听那个教授 我一开始 我又觉得 这个语头这么快 在加拿来讲的是一个 就是介绍相关的语言 没有很多术语 什么我更听不懂 但是慢慢一两节课 熟悉之后 慢慢跟上它的语素 也觉得也不快了 甚至都想再提 我之前完成的CS50 它是比较强调的 就是基础 然后算法 开始也稍微枯燥一点 但是比起你花四年的时间 修大学的课 什么每天弄这些东西 其实实验的周期 已经短了很多 稍微有点枯燥 但是他们还好 他们有些 Facebook 你的group 遇到什么问题了 可以把你的问题贴在那里 也会有个同学给你答复 但是 虽然你在很多人 甚至于把答案 就自己的答案 发到一个Github 是公开的 你在谷歌上 搜索Sense 在谷歌上搜索Sense Facebook 什么答案 什么的 你都可以找到 但就是看你自觉了 如果你全抄答案的话 都会那个什么certificate 又什么意义呢 对啊 又不是说 你通过那个 就能混到哈佛大学的别证一样 即使你可以到Stack Overflow 然后问一些答案 有些人比较善良 我却都问了一些比较detail的 我一直找不到原因在哪里 然后有一个 好像比较自身的 一个是真正的developer 就是说 公司工作了 然后他过的建议特别特别好 不要直接问别人要答案 还是就自己要锻炼那个思路 要思维 不然的话 你容易成长不了 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啰嗦 但现在回头看的话 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有道理 一定要大家要自觉 就真的是为了自己的自觉 因为你是转行 你不是混毕业症了 他是打捞你那个技术 那个算法 即便你是做前端也好 或者是你现在都不知道 什么前端后端 我就跟你讲 就大概的一个 如果你是做软件工程师 主要两个角色 就是前端和后端 前端的话 确实基本上是我们的算法 或者是你算法一塌糊的 你都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前端工程师 但是呢 通过这个算法 就应该像什么 像小学到春春到高中 学术学一样 哪怕我是个文科 我还学术学一样 那我就觉得 我为什么要学术学啊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不觉得什么 但慢慢工作之后 可能遇到一些 比较复杂的一些项目 或者是真正 或者是自己 尤其自己创业的时候 尤其现在我 有发现 算法上 你还熟练一点 会有很多的好处 会让你更加快速一些 甚至解决味点 哪怕你是 找stay overflow上面 这些答案 你自己都会验着 可能会 你再optimize的 原有的答案 都可以 如果你是很被动的 就接受别的一些 算法的设计 因为那里面有bug 你都不知道 或者是有bug了 出现了你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所以自己还是要知道一些 你到社会了 和数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其实方便你 比方学统计学 像我一个医学生一样 我大哥也不去修学 但是我上了博士之后 我学了很多算法 就是因为就是 基于数学不是特别烂的技术之上 然后统计学 然后再学一些什么 AR 这些技术都会有多帮助的 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 然后其实不妨 就是花一点点时间 也不用花太多时间 也不要搞太复杂的算法 下面这个FreeCodeCam 是一个上面有很多很多项目 就是上手的项目 直接就可以让你做出一些项目 host 你可以挂在网上 甚至放在你的简历上面 对找工作真的真的 还是有很帮助 我之前投简历的时候 那个猎头 就是看出了 我在FreeCodeCam上面 有很多项目 给你一些提示啊 做什么项目方向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锻炼你的方式 就要把那个项目 更加延展 更加改变 就做成自己特色的一个项目 不然的话你什么都选 不都是照抄 他给的一些 tip啊 sloci啊 什么的 所以这就是有点像什么 还是要自觉 就像再好的老师 他引你入门 他给你提示 再给你提示 如果你自己不努力的话 你只以为了别人喂你吃饭的话 然后如果别人不喂你 你都不知道怎么用筷子来吃饭 那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要学会独立更早一些 看你怎么学 同样的学习资料 大家都有我们 都有网络 我们都有电 花同样的时间 就学同样的东西 那结果确实很不一样 那就是他学习的时候 他怎么学的 如果他非常依赖于 别人给予的答案 别人给予的手段 真的特别喜欢 尤其在学习的时候 出去特别散任 谷歌搜索 就动不动就谷歌搜索 大耳朵没有进行思考 然后就知道 如果讲这这样一个毛病的话 是真的是不利于 假如你上班了 遇到一些问题 尤其是现在 就上班了 工作 哪怕工作很多年来 那都要打开谷歌的 这不夸张 我不管你是百度 还是拿着大公司 都是要打开谷歌的 就在搜索 甚至一些 syntax 就不吵入 然后就会忘记 也就会要谷歌搜索一下 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常态 有些再加上一些的技术 然后不断更新一些新的方法 一些新的 framework 我看